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慢点 慢点 这么多人啊 大家往里挤一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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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早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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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现在还为他说话 他他他哥你是你的竞争对手 是你和我的眼中的肉 你们现在看见民意对他意见很大吗 光薛总器中他有什么用 是他本事是有一点 但他要为我们所用 懂吗 就就像我们养的一只猴子 耍好了能为我们赚钱 耍不好就要挠你我的脸 知道了 杰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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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公司 赵 赵总 知道了 赵总 杰弗总 我说下来啊 我看这个事情啊 赶早不赶晚 还是让他们早点见面好 是啊 成了当然好啊 要是不成啊也没有办法 咱们呢还得抓紧去找 嗯 那你给他妈妈打个电话 约个时间好了 哦 我们这么上赶地约他们 好不好啊 哎 没关系的 我们是南方呀 应该主动一点 对吧 嗯 喂 喂 三年啊 我是那天在公园里面见到你的求见的妈妈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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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好弄好弄好啊 我儿子啊 知道你女儿条件不错呢 他就答应了 我还跟我儿子说呀 他妈妈快六十了 长得像三十岁那么漂亮 女儿啊 女儿啊 肯定不会错的 哎 我儿子说 那就约约呗 哎 哎 我跟你说呀 你说咱们什么时候安排个时间地点 跟他们俩约到一块 真打见见面啊 啊 哦 看看几点啊 哎 那今天好不啦 好啊 对了 几点 在哪儿 你们是南方嘛 你们来订了 啊 还有 呃 那个 如果两个孩子去见面 我们大人就不用去了吧 哦 哎 好啊 好啊 进 哎 哎 赵总 呵呵 来来来来 酒酒 来来来 赵总 您还有这哑星呢 呵呵呵 对对我 哎呀 酒酒酒姐 你帮我吃参谋吃 你说这这盘棋该该怎么办一下 赵总 你快拖啊 你快拖开了 你等着 不 喝 你干涉啊 不喝 知道吗 不喝 你别喝 的话 是 你别喝 可说 我一只喝 不喝 真是 你别喝 你 你别喝 就求见 咱们名人不说俺话 咱俩就作弊生意 你看好不好 生意 生不生意 你是个聪明人 我实话跟你说 姚琦确实手头弄 但你求见也是我赵洪权的得得力 我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 你还是要辅佐 这样对你有不好 而且他确实基础不辅做 就是缺乏实际的工作经验 赵总 姚琦不是在普化永道工作很多年吗 他怎么还会缺乏经验呢 我是说 他缺乏化妆品行业的工作 佐 那他在房地产方面的经验 都挺丰富的 求见 你跟了我这就这么多年 说实话 我对你还是了解的 老实说 这个位置早就应该是实力的 但我希望你不要太太起来 去调整心态 做出这成绩来 这样吧 我决定从这个月开始 把工资给你涨到税后一万八千块 上调百分之四十 如果要干得好 我们还可以再再加 赵总 您这样一下我涨那么多工资 这都快赶上总监的工资了 这对上对下都不好交代 我谢谢您的好意 我心灵了 这是涨工资的事 我看就算了吗 供工资还是要涨的嘛 我怎么能亏待你呢 你放心 我给你的圆 比你想象的要要要多 怎么了 小明 怎么愁眉苦脸呢 我公公婆婆来了 那不是挺好的吗 有人帮你带孩子了 是挺好的 一个麻烦解决了 一堆麻烦冒出来 为了不让我周末睡懒觉 我公公竟然弄了一只大公鸡 在我们家打鸣 真的假的 这招可够狠的 我婆婆不让我用洗衣机洗衣服 那行啊 我就用手洗吧 结果她不让我戴手套 那你怎么办呀 怎么办呀 我只能先忍着呗 后来实在忍不了了 我就发飙了 发飙了 你公公婆婆刚来你就发飙了 那怎么办啊 我要一直忍着 你今天看到的就是一个低眉顺眼的农村小媳妇 所以我说呀 这婚姻真是险恶 险不险恶 反正你也逃不了 你自己慢慢体会吧 小孩子 妈能陪你多久 我都六十多了 活不了几天的 哎呀 你还是让妈在闭眼之前 能够看到你成一个安安稳稳的家 这样呢 对你过去的爸爸也有个交代 我也就安心了 行了行了行了 你别瞎说 我老妈能活到二百岁 小明姐 嗯 再去找你 啊 她找我啊 嗯 那 那我去了 来来来来 小明姐 嗯 你可小心点啊 这些今天特别不正常 我跟她汇报工作 她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活都没有了 我看她肯定是出什么事了 嗯 我看她此去 是凶多吉少 行了行了 小玩 什么都有你 快工作去 嗯 嗯 嗯 外人体育馆 东亚民事咖啡馆 下午四点呗 南方拿着一本 东京爱情故事 你可一定要来哦 嗯 德西 小明 来 坐吧 嗯 不用了 你找我有事啊 嗯 小明 我想求你 能不能帮我个忙 哦 嗯 什么忙啊 嗯 周末的时候 能不能找一些朋友 一起聚一聚 放松一下 啊 啊 你别误会 要是没有就算了 也没关系 就是最近 我的工作压力 实在是太大了 心里挺烦的 而且你也知道 一回家 对着那个 被人拖过的屋子 坐在那儿 心里更毛得慌 所以我就 嗯 可我认识的 都是女孩 啊 女孩也没事 反正只要 人越多越好 就是放松一下嘛 哦 行吗 啊 行 我帮你想想办法 那就拜托了啊 嗯 一言没定 嗯 谢谢 嗯 您放心吧这事 加过我就行了 行嘞 好嘞 再见 接着啊 哎呀百万 来来来来 你来得太好了 你这么着急找我干什么 你坐 啊 什么事 我跟你说 我有一个全新的设计方案给你做 真的 都谢了哥们 多少钱 你说你这人怎么老是提前啊 废话 你放心好了 我跟你说啊 这个设计方案非常具有挑战性 正好是你自己大写身手的时候 你这些对我都不重要了 我爹娘带着我侄女来了 现在我家里边又添了三口吃饭 我现在缺的就是钱 你只要能给我钱让我干什么都行 啊 你放心百万 钱方面我肯定不会归待你 那你要记住 我对成本再次一举 你一定要用心做好的 拿出你自己的最高水平了 我你还不放心啊 只要价钱合适 稿子 你就别担心了 行 成交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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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总呗 哎 曹总 哗 来上班了 啊 真精神 是啊 真想不得咱们成同事了 是是是是 再次恭喜啊 谢谢 哎 以后啊 别别别叫我马总啊 你就叫我老马吧 要听听的印象不好 谢谢哲慧啊 那个能有这个工作 终于以后反射多亏了你 你也就轮了救命人 哎 哎 马总 你千万别这么说啊 那个 我这人啊 就见不得别人落难 再说了 且还是你能力大 要不然你也来不了啊 是不是 哎 我为了大谢这个再生之人 晚上略伯伯也敬请广临 咱们不用那么客气 既然是朋友 咱们就来这方长 是不是 你再说我现在这个位置 别人还以为你行贿呢 不是 没事 我求求你了 一定胜利 咱们劝当是交流感情嘛 理想王类 行 老马 那既然你这么说 我也 不好意思在博里面子 是是是 那咱们尽量简单点 好 一定简单点 对了 别忘了 把你扶着你叫着 好啊 夹人聚会 行 好 来那么说 那我到你电话 好 到你电话告你抵制 加斯恭喜啊 谢谢谢谢 好 你可忘记吗 哎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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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呢 怎么是你啊 怎么是你 你不说你不来吗 哎呦 我呀是 哎呀 这边不放心嘛 哎 你不是也来了吗 你还问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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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可都来了 你女儿怎么还没来啊 多车吧 多车 多车 哎 来了来了 快快快 嗯 你不是那个曹可神的活蹦都有吗 你不是那个曹可神的活蹦都有吗 我说先生 你现在是不是应该在宾馆陪女客人呀 怎么着 你是不是嫌她没事干 跟踪我的 无聊 到底什么时候跟我结婚 我肚子里都有你的孩子了 你在香港是不是有老婆 是不是有孩子 这跟我有没有老婆没有任何关系 只要我们俩过在一起开开心心就好 你算了吧你 大骗子 你答应给我买个大房子 然后就娶我 可是当现在我还住在你租的破公寓里边 你口口声声说爱我 你爱我什么了 你爱我什么了 小曼 我以后每月 给你两万块钱走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 除非你现在跟我结婚 除非你娶我 小曼你救我 姑娘 你醒一醒吧 她是不会娶你的 她只不过是在玩弄你的青春 和你的肉体 这个女人细心 请你小管前信 你别怪我是谁 姑娘 你不要再上她的当了 这种有钱人 在你年轻 漂亮的时候 他哄你 他承诺要跟你结婚 可是等你青春不在的时候 他就像丢衣服一样把你一脚出来 这种男人的良心都被狗吃了 这位小爷 请你说话不要这么难听 你是不是被男人给抛弃啊 这个女人 你再说一遍 这是我的 你拥抱 别想 herzlich 你自己给我 我来 这个王八 확진 你不要打 Jessica 你不要再打了 我罕enseful 我跟你说 你ион我再见的 真でしょう 你看见没有 他碰到人 他想得只是他自己 她心里根本就没有你 是你什么人啊 她说你朋友 对不起 刚才我用你做打电牌了 是我不好 我今天太忙着了 对不起 没事 要不然你先回家吧 我是不会介意的 既然都来了 就坐下喝杯咖啡吧 那我敬你喝咖啡 你看看你儿子 对我的女儿蛮欢喜的啦 我看啊还是你母儿蛮喜欢我儿子的 你看你儿子 都要把我的女儿欺负了 你老太太怎么说话呢你这是 那叫吃吗 那叫寒情又默 我 你怎么会来相亲的 我妈逼我来的 你呢 和我的情况是一样的 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咱们今天就还是按照程序来 这样的话你回家也好交代 那我就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邱建 是上海诺言日化集团 市场中心的副总监 03年上海大学毕业 我是学优画的 好了 该你了 我们公司你都去过了 你还有什么好问的 是 刚才你两个人你认识啊 刚才那个女的 是我的前女友 我们俩刚分手 我觉得那女孩挺好的呀 你们两个也挺相配的 为什么最后没有走在一起呢 因为她要的东西 我给不了她 她想要很多吗 可是这东西不能说 她要的多不多来形容 她就是想过那种 有钱人想过的生活了 我原本以为 我可以靠我的真心去打动她 让我特别努力地 去维系这段感情 正当我在准备 要买房子 和准备和她结婚的时候 却让我意外地发现了 她跟刚才也看到那男人 两人在一起 对不起 对不起说到你痛苦出了 我没事 那你还恨她吗 恨 当时真的很恨 不过我现在想明白了 也许我们俩 就是两条平息线上的人 她这个年纪女人 有时候现实现实 也觉得也很正常 我觉得现在结婚 和找对象的标准 都不一样了 都是以财富来衡量 不过我呢 我是真的希望 我能找到一个 好好共同奋斗的人 或许这样的女人没有了 这样的女人 这个世界上 根本就不存在 你也不要这么悲观 其实不是所有的女人 都需要钱的 其实有很多女人 都会把感情 还有家庭 放在第一位 现在像你这样 不看着物质的女儿太少 其实我也不是 不看着物质 我只不过是觉得 女人一定要活得有尊严 不能因为追求 追求妇女动物质生活 而放弃自己的尊严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是不是有一点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同意你的说法 我现在想起 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原本以为 婚姻和房子 可以让一个女人稳定下来 但是我后来发现 根本不是我想象的一样 她的理想 不是房子和婚姻能够满足 在跟她分开以后 我曾经想把那套房子卖掉 结束那一段 不堪地回应 但是我想 我不可能永远去逃避她 我应该打起精神 勇敢地去面对她才对 既然分开了 该放的就应该放下 是吧 能放下真的很好 但你现在还爱她吗 爱 什么是爱 去爱一个 她不爱你的女人 我觉得这不是爱你 挺好 回来了 是她送你回来的吧 您不是一直跟着我吗 还问我呀 怎么样啊 还好吧 我觉得吧 人还可以 其实我们两个人见过两面 谈吐还不错 我问的可不是这个傻孩子 那个 她妈说呀 她一个月挣一万块钱 太少了一点 你没问问她有没有额外的收入 再有 她父母也说她还有套房 那她那房是一次性付亲的 还是每个月要还贷呀 这每个月要还贷 那可就麻烦大了 还有啊 还有什么呀您 您能不能别那么庸俗呀 我见人这第一面就问人家 你月挣多少钱呀 谁不得被你吓跑了 人家该想了 你到底是找男朋友 还是找一份票啊 这个是很重要的呀 我告诉你 什么都靠不住 只有真金白银 那是最牢靠的 所以呀 我看你 先别着急着跟她相处 先把她的经济条件 了解清楚了再说 所以在产生感情之前 就要了解这些情况 要不然等你产生了感情 什么都晚了 当初 你要是知道王军 跟她的老婆不清不楚的 你还会跟她好十年吗 哪能了 我怎么腻了 真气 吃点苹果 你家里怎么老吃苹果呀 我脸都快变成苹果了 儿子 那你想吃什么呀 你说 我要吃橘子 还吃什么 梨 还有什么 没了 明天我给你买 儿子 怎么样了 挺好的 什么挺好的 你说说看哪 挺好的 那就是感觉还行呗 当时 当时也没聊太多 你是不是因为那姑娘 太漂亮了 把你迷住了 我可告诉你啊 你一定要了解好情况 过日子 不是过了长相 是性格 妈 八字还没一撇呢 你怎么就扯到过日子上去了 你可真行 他问没问你 家里边经历情况啥的 这个好像没问 妈 幸亏他没问 他要是问了 我早不跟他啰嗦了 妈 你接着给我削苹果 我进离屋洗澡去 好 那下一次你什么时候见面啊 操控 来来来 老王 来来来 怎么样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不用介绍了 他我还不认识啊 不就是那个什么马总 没错 没错 他就是你说那个千万福 哎呀 迪美 不是 那个曹太太 上次多有毛板 轻多薄汗啊 上次把你害得还不够残 怎么老跟这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 我不是三也不是死 不是转世忘老无误 就是就是 上次不是一个误会吗 再说 马总 马老板现在已经改协归正了 他现在干的全都是对社会 对人民有益的事 来来来来 坐吧 请走 曹总 请走 副院 最高标准上菜啊 准备吧 好 你坐呀你 我要邓您坐下 我出去礼貌啊 哈哈 好 那我先坐了 哎呀 曹太 你说得对呀 我现在呀 全是跟国企福一样了 我在 曹同那帮助下 我看这都整道了 哎 别客气 别客气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已经开始提掉了 谢谢 你啥会骂我呀 把我骂欺负你 嗯 我全是同行那种 就是那种每个文化 很投入那种大文化 我要做个书上 哎 我现在呀 开始研究问学了 我这没染上这神心 在问学的海洋里 得到情话 嗯 我浪子回头了 恭喜你 浪子回头 哎 这太阳能从西边出来吗 哎 哎 小明 干嘛这么说 哎 马老板 不过都已经 向你赔礼道歉了吗 啊 那给个台阶儿咱就下吧 再说了 老马 现在跟我 绝对是好朋友 嗯 哎 哎 那个 滴妹啊 我再隆重地跟你歇视一下 上回确诊是个误会 我公安部两位女士啊 就是照顾她们 把她领导放检 没有任何不健康的行为 我用任何包证 你说清楚 是吧 我可以给你一个包证 好不好 哎 她的时候你老公啊 你老公太优秀了呀 我跟你说啊 一件大事 她一计划解决了 何其能美啊 小事一桩 不小事一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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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讲 秋剑她就干不了 哎 什么事啊 哎 去 你就别问了 嗯 没什么踏不着的事 都是高层之间的事 能业机密 哎 老马 你别说求见 她不是不帮忙的 她是 应该有她的事啊 哦 对对对 也 也有道理 也有道理 是是是 哎 马总 嗯 你刚才说你是钻石王老五啊 嗯 你还没结婚吗 你看 低眉有艳丽 一看我有单身鬼队的气质是吧 确实单身现在 呦 哎 那我给你介绍个对象怎么样 啊 啊 介绍对象 嗯 太好了 远问性向 谁啊 她吧 四十多岁 一直单身 就是她的文化水平和学历呢 不 没事 没事 什么学历啊 文化水平底 没关系 我也没读过多少书嘛 我不照样呼风唤雨的 这个不重要啊 不重要啊 你瞧你 你还没听我说完呢 我是说她的文化水平和学历 特别高 那更好了呀 我虽然没读几本书 但我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我为什么只情单身 就是苦意找不着这个 蹭死相匹配的 我以上烦恼 很酷恼 你太会忽悠人了你 你刚才还说你愿意 找文化水平底子呢 不不不 我跟你说低眉 我什么意思 我只说就是我这个人 是压缩孤伤心的 她不管是有文化没文化 都应该欣赏我 我那女朋友可是个女博士呢 哎呀妈的 给觉得太好了 我太期待了呀 我跟你说我还有个本事 我这外号叫圣女傻收 就这么说吧 约是高级贝林女性 圣女 我对她们也有傻伤理 真的 你放心 老婆 真的 行 那我现在就给她打电话 行行行 行行行行 你说的不会是Daisy吧 就是Daisy 你们俩先聊啊 我去给她打电话 好 行行行行 走走走 迪美这个爽快日 不是 没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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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啊 我觉得挺好的 你最后不要 我很期待啊 你那个老处女上司 不一直都丧心病狂 心里扭曲使劲整理吗 你怎么还好心巴巴地 给她介绍起男朋友来了 她求我了 再说了 她一个四十岁的老人 高不成低不旧的 一直一个人 她心里能不扭曲吗 上司她们家被到我去 我觉得她真的挺可怜的 也是啊 想给她介绍一个男朋友 也许她的性格能好起来 再说了 这马明明不是条件挺好的吗 家里还有个大别墅 不是 这些别墅她现在已经搬出来了 怎么了 她过去是千万富翁 那现在是千万富翁 富是正富的富 什么正富的富 她现在破产了 她今天请我吃饭 是因为我在赵弘泉那儿 帮她介绍了一个 推药院的工作 她现在可是穷得叮当乱行 好可爱 你又骗我是不是啊 走 我都给大家打了电话了 那你说怎么办